新足协班子诞生 国足富于乌兹别克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儿还好吧 昨天是很有意思的一天 上午 新的足协的领导班子 官宣 整个换了一批人 大换血 新的领导班子 以前的那拨人 基本上要么退了 要么出事了 正好 在新领导班子官宣的第一天 正好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 友谊赛要进行 10月16号晚上 最后的结果是 中国队在大部分时间领先的情况下 连丢两球输掉了比赛 可能没有看比赛的朋友们 看比分觉得挺可惜 挺可惜 最后也只是输了一球 其实不然 虽然大部分时间领先 虽然最后比分只是1比2 但是全场射门 中国队只有4次 一次摄政进了一个球 乌兹别克斯坦队射了24脚门 进了两个球 如果不是他们昨天运气不好 射数不精 然后守门员发挥还可以 比分不是这样 而且整个你在场上看整个的形势 中国队始终都是被动挨打 中国队昨天的战术是想收缩防守 然后反击 但是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高位逼抢 全场的压迫式的进攻 反击打不太出来 所以虽然前锋先生有规划球员 埃格森又有曾经的亚洲第一人乌磊 之前的那些对手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对比效应 但是跟中亚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一踢 感觉我们的国足差距上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很难组织起像样的进攻 很难渗透到对方的禁区以内 全场都在被动挨打 你就想一想24脚射门 这个还是在对方不是特别认真的情况下 你看了比赛你能看出来 对方在下半场就觉得这个球输了不合适 然后才发了发力 所以如果真体拉开架 比如说进入了世界杯预选赛 或者是到什么周际比赛的淘汰赛阶段 对方发全力的话 可能射门数也不是24脚 可能会更多 进球数也会更多 所以之前说亚洲8.5个名额 中国要去争第8和第0.5个 乌兹别克斯坦 现在看我们想挤掉他也是有难度 所以亚洲现在强队不少的 真的不少的 即使不算澳大利亚 像什么日韩伊朗 徐利亚 乌兹别克这些队都非常强 还有西亚的那些球队 还有西亚那些球队 所以中国队任重而道远 花了那么多的钱规划外援 大规模的足弹反腐 整个更新了班子 从管理的到踢球的都属于道足且长 任重道远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当然 作为常年看球的球迷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问题不在于此 你那边班子再怎么换 你现在的踢队建设 你的选材标准 你的管理模式都是相当落后的 如果你做不到像日本那样 有五六百人在世界各国的高级别联赛 各个级别的联赛里踢球的话 你就很难在各个踢队 有更优秀的球员涌现出来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现代这拨人身上 而是出在之前 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过程之中 这个事情要解决起来 那可就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作为球迷来说 看完这样的比赛 反而心里头会比较淡定 因为差距是明显的 确实是很明显 我们现在的传控 意识体能 各个方面都全面的落后 所以在这么大投入的前提下 国足踢成这样 大家的口诛笔伐 甚至于漠不关心 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太让人上心了 感谢您的词